我们长时间在城里开的汽车 要不要到高速上拉一下高速 这是我后台评论期留言最多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拉高速 其实我们拉高速就是为了清理咱们发动机里面的极碳 我们要知道我们发动机极碳产生是有哪些造成 第一我们长时间在咱们的这个城汽道路低速开车 因为我们的这个机油燃烧不充足 那么它也会产生极碳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点火以后长时间的怠速 那么这也是产生极碳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咱们的操作不正确 比如猛差油门或者是低档高速高档低速 那么这些都会产生极碳 极碳一旦产生会造成我们的发动机不稳定 怠速也不稳 而且我们开车咱们的动力也会出现明显的不足 这些都是哈车内咱们发动机产生了积碳而形成的一些原因 那么我们经常在城里开车偶尔要不要去拉下高速呢 那么有的朋友哈这个时候也会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哈 不上高速我们在车里沿地热车 然后在车内猛踩油门 沿地情况下踩油门 我们的转速是不是也能达到到3000转到4000转都可以 但是哈我们拉积碳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充分的燃烧这个机油 那么有的朋友哈也会选择说哎在城区里面跑跑的时候我们用高档低速这样的话我们的转速是不是也就到了 那么这一种情况哈也是不可及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拉高速要满足什么 转速要达到咱们的这一个踩的这个油门的深度要达到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车辆的阻力要达到 然后受阻以后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才能充分的燃烧 那么我们的这个节气门才能完整的打开 满足了这三点我们能做的方法 第一个那么就是肯定是跑高速是不是 转速达到了以后车速也达到 而且是有阻力是不是速度越快阻力越大 那么我们的这个拉积碳才能完成 那么还有种办法那么就是跑山路 山路是不是我们有坡度上坡的时候有坡度 那么阻力够了是不是 而且我们的转速也上了动力也到了 那么是不是八十九十这样哈 我们也有利益咱们的这个积碳的排出 我扯哥哈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